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不是要杀了男姐姐 我们曾在山洞里 发现了不少蝙蝠尸体 却只遇见过一只蝙蝠 所以我推测 那儿原来有不少蝙蝠 但最近沈寒为了在血混林布设陷阱 几乎将他们清空了 我们住的房间也不是这闹鬼吧 那声音是怎么回事 这家客栈却有闹鬼传闻 所以沈寒以此为借口 和公孙策换房间 即便被戳穿 他也大可说是听差了而已 而我们房间的闹鬼声音 则源于楼下迷迭乡机关的兽头 什么意思啊 兽头后方的墙体 一直延伸到杜贤的房间 而沈寒窗外的附近处 却恰巧有不少踩踏的痕迹 实际上 近几日 他应该是一直趁人不备 往返于他和杜贤的房中 我们听见的闹鬼声 正是他不止迷迭 向机关时发出的声音 一个月前 胡掌柜曾重修客栈 我想 你应该就是在那时混进客栈 将机关打通的吧 一切尽是你的猜测 侃侃而谈中 无一样铁证 沈公子忘了 你身上的滴水绝 就是如山铁证 他既能救 也能害你 马上将滴水绝 呈给本将军 免得临了浪 再落得你父亲的下场 呈给你 休想 如果你有一点良心 就把滴水绝交出来 救男姐姐一命 我就算死 也要为我娘报仇 让你血债献成 难不得 我就知道 你没这个本事 他莫不需要杀了男姐姐 是 辈子 ada 阿 辈子 死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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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姐 你没事吧 感觉如何 现在好多了 在我们过湖的船舶 原本是你的人 你明明能在得到 低事决以后逃之夭夭 却终是留在这儿没走 我说走了 有谁救男姑娘 飞蛾扑火时 不见得不知道前方是火 还是光 其实后果如何 他都知道 你何必因为敌人燃起了一把火 也要将自己烧死 因为 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仇 也要永远不再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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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